你可能经常感觉自己贫穷 每天花钱如流水 入不敷出 但是你能想象吗 如果自己生活在没有手机电视 没有空调和无线网 甚至连工资都只有现在的几十分之一的地方 会有多痛苦 而这种情况 恰恰世界上有不少人正在经历 下面就给大家按照人均GDP罗列出世界上十个最贫困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地的生活条件如何 以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是西非的一个小国家 人口也只有350万左右 虽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但它们却不会利用 导致国家经济异常落后 如果给你10块钱 你可能只够买份早餐 但是在这个国家 需要搭上一家人一天的辛苦劳作才能获得 在这里 就算买上一双拖鞋都需要分期 经济不行 自然基础设施也就跟不上 利比里亚没有公路 甚至就连最基础的排水系统都不完善 所以一旦下雨 半个国家都会变得泥泞不堪 在利比里亚长达十年的内战中 基本上把国家的发展潜力给耗尽了 25万人在内战中失去了生命 国家的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 也被摧毁殆尽 工厂成了废墟 明明国家有不少矿产资源 也无力开采 战争还导致国家的发电量也严重不足 国民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当中 这就导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病率非常高 而且不乏一些非常罕见的疾病 如埃博拉等 就连艾滋病在这里都是司空见惯的疾病 这样的环境也使得外国企业 根本就不敢来此处投资 于是这个国家的经济 也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 想让国家发展 利比里亚必须要先结束内战 二是乍德 乍德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国家 国土面积才只有128.4万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却有1718万 作为一个农农业国家 经济一直落后 从未上升 也被划分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再加上乍德大部分都是沙漠 所以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就算有其他国家援助 但还是没有多少起色 更要命的是 作为乍德做重要的产业基地 乍德内陆湖在逐年减少中有人做过估算 大概只需要10年 乍德湖就会完全干涸 恐怕到那时 不仅当地的居民和产业受到极大的影响 就连他们是否应当搬迁都是个问题 三马拉维 马拉维和乍德一样 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全国经济主要依靠农业外 剩下的还要依靠国外援助 如果你漫步在马拉维的街头 你就会看见 有很多人每天是需要依靠领取救济品来生存的 虽然当地的教育和医疗是免费的 但当地的医疗水平落后 很多国家捐赠的器械都不曾使用 而且当地医生的没有什么无菌手术的概念 经常在给上一位病人做完手术后 简单拿酒精擦一下手术台 就轮到下一个患者了 四尼日尔 尼日尔国家经济依赖于农牧业 和上面的几位是难兄难弟 同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你能想象吗 这里的人均GDP只有一美元 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居然可以顿顿有肉吃 而这还要得益于尼日尔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样一个国家自然是环境恶劣 夏季最高温度 甚至直逼60摄氏度 人类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几乎不可能 然而就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的环境 却真的存在着一个国家 高温干旱少雨的环境 使得这里连最基本的农业都普及不了 严重的沙漠化 使得整个国际基本是靠国际援助过日子 人均GDP只有590元 和利比利亚一样 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也是动荡的一个国家 不断的军事政变内战 使得这个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流连失所 将近一半的国民 都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 他们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一美元 全民基本都是文盲 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不到两年 这样的国家也很难不贫穷了 因为尼日尔的天气炎热干燥 水资源严重匮乏 根本就不具备种植作物的条件 所以瓜果蔬菜在这里十分昂贵 相反因为这里的牛羊数量较多 所以肉在他们眼中自然不值钱 只需要花费很少的工资 就可以买上一块 但苦于条件太差 所以他们的目的也只是吃饱而不是味道 经常就是将食物放在火上烤熟 然后直接下肚 那滋味想必不会很好吃 5.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是非洲经济最差的国家 哪怕在1975年正式独立 脱离葡萄牙的殖民后 依然发展不了经济 不仅国家一片混乱 国土上到现在都还残留着当时留下的地雷 他们国家的经济 大部分衣农业和水产 就连日常所吃的正餐 都是拿木薯和玉米做成的糊糊 因为没有多少余钱 有时候都买不了几件衣服 所以他们对衣服的种类不挑 换而言之 就是有的穿就不错 六刚果 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景观 但是因为长期处于战争和政治动乱的情况下 导致这些东西受到严重损坏 而且虽然刚果在1960年宣布独立 但很多国家仍对刚果产生影响 甚至有可能直接掌握刚果的政局 这也是为何到现在 刚果的政局不太稳定的原因 不过 就算刚果政权完全独立 经济也基本不可能独立 西方曾经趁刚果局势动荡 是掌握了国家的经济 这也直接导致刚果经济严重依赖他国的资本 不要看刚果土地上有大把的资源 但这些资源的开采权都在外国人手中 他们从中分不到一杯羹 七所马里 作为东非地区的国家 索马里已经连续65年 都被评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根据统计 国家的贫困率一直维持在60%以上 而导致索马里贫困的原因多样 其中战争占据大头 在20世纪90年代 索马里的内乱 导致上万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 除了战争 自然灾害也是导致国家贫困的原因之一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导致索马里水源匮乏 天气阴沉不定 常常今年干旱 明年就让你发生洪灾 这也让索马里无法安心种植 加剧了经济衰退 直接让索马里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 8.中非共和国 作为领土面积比乌克兰还要大的国家 但却是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虽然中非共和国地形平坦 环境适宜种植 也有很大的耕种面积 但实际上 中非共和国还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至于为何 这还要从它的政权说起 中非共和国的政权更迭十分频繁 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意味着内部斗争和不稳定的局势 而这种情况 对中非共和国的底层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每天不但要想尽办法维护自己的安全 还要费尽心思找到食物果腹 自己的温饱尚且不能维持 更何况去种地了 钱都是个问题 九布隆迪 布隆迪位于非洲 因为形状类似心脏 所以也被称为非洲的心脏 根据统计 布隆迪有70%的人口处于贫困中 每一万个人中就有500人 因为饥饿或者营养不良死去 在布隆迪 你看不见一条道路 他们不仅遍地都是土路 就连交通工具都是一辆简单的自行车 在布隆迪 人均的月收入只有15美元 如果一个人能达到月入10美元 就已经超过大部分家庭了 对于那些偶尔赚钱的人来说 经济也算不上很好 几天能吃顿饱饭 已经是十分幸福的事情了 尽管自己买不起床 盖的也是捡来的被子 但这种情况依然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至于那些没有任何金钱来源的家庭来说 他们只能乞讨 他们蜷缩在用垃圾或者茅草搭建的小屋中 机场碌碌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 不断祈祷 明天能讨到银钱来裹付 十南苏丹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 2011年7月9日才正式宣告独立 成为非洲的第54个国家 由十个省组成 虽然富含石油 但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动荡和战争的影响 导致石油获得的利益大幅度下降 和非洲很多国家一样 南苏丹也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截止到2023年 全国人均生产总值仅有1071美元 国内主要的产业还是农业为主 苏丹的经济十分落后 数十年的战争 让南苏丹国内的基础设施遭到毁坏 直接导致经济停滞 且因处于萎缩状态 最难以想象的是 这个国家在2020年以前 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 国家大部分地区都没通电 因此在这个国家 几乎很少有人用电子产品 就连一双鞋子 在这里都是奢侈品 南苏丹大部分人都穿不起鞋子 国内近九成国民 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 国内的道路 水电 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严重缺失 这也导致国内文盲率居高不下 只有不足三成的国民十字 而且南苏丹不但经济落后 就连教育和卫生都不能保证 疾病在南苏丹十分常见 国内有大量的人口长期营养不良 根据统计 诞生的一千名孩子中 有大约六十名孩子 刚出生后没多久就离世 不过只要南苏丹 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现有资源 那么摆脱贫困国家的头衔 也不会太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